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在面书 他要工作 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 越来越少 我真的是很喜欢他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欢迎两位啊 小董事做汽车销售的 是吧 对 男朋友 多久了 一年多 一年多 怎么认识他 当时是在地铁上 晚高峰的时候 人特别多嘛 然后一下没站稳 他刚好就在我旁边 就扶着我 然后就发现我脚崴了 崴住了 他就到下一站的时候 就直接出去扶着我 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就这么认识了 对 然后就留了联系方式嘛 然后他就经常跟我聊天 可能他喜欢我吧 所以就老约我出来玩 吃饭什么的 后来就表白了 然后你就同意了是吧 小董我看见年龄也不大 21岁 对 你什么学历 大专 你现在是研究生了是吧 刚上是吧 对刚上 研一算是对吧 对研一 怎么了 就是我刚开学 然后现在学业还挺重的 课程挺多的 每天特别忙 从早上六点我就在起床 洗洗弄弄 然后又去读一下英语 我英语还是不够用 因为要看英文的文献什么的 然后一天特别忙 上完课晚上 还在写作业 每天都要忙到十点多以后吧 然后他就不太能理解我 学习怎么就这么忙 因为我们这一行都是说 别人休息的时候 才是我们拼命的时候嘛 对吧 所以说跟他有时候很多的时间点 合不到一起去 然后有时候给他打电话的话 他有时候回得比较迟 要么就是他回给我的时候 我又正在忙 然后又简单地说了两句 又挂了 我挺好奇的 实际你是考研的时候紧张 还是读研之后紧张啊 你敢 读了研这段时间 关系变得比较紧张的 你考研的时候 不是也挺紧张的吗 学习 我考研那时候 我俩联系确实少了一些 但是一直都还挺和睦的 我就是压力大了 我说学不进去了 他就会带我出去玩 爬了山放松一下 然后说你要是比我先爬上去 你就今天和明天都休息一下 要是爬不上去 那你就好好回去学习 就他还挺激励你考研的 对还特别鼓励我 然后对我挺好的 我觉得帮助我挺多的 这不是对 刚入了一个月 就咋了 而且中间还有个十一假期 怎么就不行了呢 十一假期的时候 说好他回无锡来陪我了 一地了是吗 对 你在无锡啊 对 那你考到哪了 我在河北 一地了你看看 然后呢 说好他回无锡陪你 然后呢 然后就说临时学校 有事走不开 我们那时候也就放一天的假 就是中秋的一天 放了一天的假 然后其他的都是正常上班 所以说就感觉 又那么长时间没见了嘛 居然放我鸽子真的 你去河北看他呀 我就说只有一天的时间 就一天啊 对 然后呢 难受了是吧 对 然后就感觉 不知道两个人相处一地 这样子谈 但是我很喜欢他嘛 但是如果老是这样子 感觉也受不了 那咋办啊 我打电话跟他讲 就是我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就我作业 老师说我写得不好 说我不够用心 但其实我真的是用心做的 可能是 我是跨专业考研的 然后这个专业领域的知识 还不是很 你本科是什么专业 我本科是计算机 研呢 研究生是文科性的 哇 挺厉害的 所以这个 我特别委屈 我明明很用心做了 可能真的确实有能力不够 我也特别希望自己 能够把自己能力 尽快提高起来 能够跟上这个节奏 然后我就跟他诉苦了 相当于 然后他就说 这什么事啊 就不在意 然后说两句 就说不要紧的 但这个我听了 也特别不舒服 然后我就不想理他了 然后慢慢的 就是我很多事情 我都不跟他讲了 我觉得就是聊不下去了 就没有话题了是吗 就没啥说的了 那你没考验之前呢 没考验之前 我俩就都挺喜欢睡玩的 所以还是有些共同话题的 所以表面上看是因为学业 这背后还有异地的因素 还有其他的因素 你能理解他那种 重压之下的东西吗 其实我理解是理解 但是有时候嘛 因为有时候工作的压力也大 就希望找一个人亲属一下 当然就是会找自己的女朋友嘛 打电话呗 对啊 打个电话 或许他可能在上课 然后隔一两个小时 再回我一个电话 或者短信 但是他回来的时候 我却又在忙 很多时候都是时间 我能不能上 就是对不上点 对 那你们专门挑一个 能对点的时间沟通 不就得了吗 这不是个事啊 后来他又就是 给我打电话 讲他工作上的事 他工作那些事情 我也不懂啊 我都没工作过 实习都没实习过 等于你直接这个 本毕业以后就直接考研了 对 我其实就是我也挺想帮帮他呢 是要给他提些建议什么的 结果他就说我 不懂 瞎说 等于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不理解 他觉得不是个事 他跟你倾诉的时候 你给他支的招 他又觉得你胡说八道 是这意思吗 对 我也挺纠结 就是我也希望能帮帮他 但是发现自己也帮不了他 也挺着急的 感觉他那么难受吗 你咋难受 你跟我说是吧 因为以前两个人 是经常在一起的嘛 出去 平时出去玩一玩啊 然后找他 清楚清楚这些事情 这个 他的性格就是 很适合那种 看到就让人很舒服 然后很懂得逗人 逗人笑的 然后现在因为不在一起 就是说电话上面的矛盾 特别的纠结 纠结啥呀 因为他跟我说的东西 都是太过理论化的 我感觉 你能举个例子吗 我这个不太懂 就生活里面 怎么会有理论化的东西呢 比如说就像上一次 那个 我在那边说 就是客户比较在那边纠缠 然后他就说 那就没有什么好纠缠的嘛 人家就说买和不买 只是一句话 但是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呀 对吧 你就觉得难受了是吧 对 因为人家客户 毕竟就是说 讨价还价 毕竟都是有的 对吧 所以说 也有一些周转 但是有时候 就是因为跟他们在那边 纠缠了半天还 很难受 然后就是想找女朋友 亲戳一下 但是却 你希望听到的是 就 希望就是撇开这个话 就这么个意思 明白了 他希望听到的是 你浓我浓的安慰 女生却特别理性地 给他说 你打理他们干嘛 是这意思吧 对 我理解对了 对 这个 你那儿的痛苦是什么呀 你跟他说什么 也是这样 就是我这边压力特别大嘛 就是 你也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我们就更明白了 就是 我一方面有学习上的压力 还有 就是同学 他们都很努力 我室友什么的 都是早上六点 起来之后 晚上还睡得特别晚 我都做不到 我就只能提高自己效率 我这边感觉压力特别大之后 他这边也会分散我的精力和时间 去来经营这个感情 我的天哪 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会比较累 那你觉得 就是你今天来是说 要干嘛呢 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还应该跟他继续下去 那你来是干嘛呢 小伙子 因为我很喜欢他 就是说 以前留下的那种回忆 也是很美好的 但是 我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 他以前对我真的特别好 他那次送我去医院的时候 他背我进去的 他特别细心 就是放我下来的时候 我不好意思嘛 我就直接跳下来的 结果他就拖着我的脚 慢慢放到地上的 生怕我就再碰伤了 哎呀 这就是传说中的英雄旧美啊 特别有触动 他应该是在生活里面 很细心的一个男人 对 但是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细心了 你看他都 很多事情他都不那么关心了 有时候跟我打电话 就随便问一问 以前他关心我 都是用行动来表达 比如说呢 除了崴脚之外 他还怎么关心你 他就是我 我有时候没事的时候 我特别懒 然后在家 在学校宿舍里待着的时候 就懒得出去食堂吃饭 虽然很近 但是还是不想下去 然后我跟他讲了 他就很快 就半个小时之内 就把饭给我送到宿舍楼下 一个电话说 下来吃饭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感动 这不是快递哥可以干的事吗 但是自己懒得 连吃饭都不想吃 就见到他才有食欲 但这样子送过来 我感觉一下子 还是应该吃个饭的 都是你干的事 对 那会儿好像你们也没有因为工作 因为学业发生冲突 那时候我们都在一个层子 而且都在一起 所以当这个女生 其实去读研之后 就改变了他们俩 在物理空间上的距离 对吧 男生的困惑来自于 你离我远了 对不对 对 女生的困惑来自于 我怎么没法跟你沟通了 是这意思吧 来 曲老师 你说说 你看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出现矛盾 就好像就像在学校里面 两个人谈恋爱 他们呢 每天都可以见面 甚至可以一起去学习 因为他的种种这种鼓励 能够让你考研了 你们的那目标达成了 但恰恰目标达成之后呢 你们就因为你目标达成 产生了什么问题呢 距离问题 他无法在生活当中呢 日常的陪伴你 给你鼓励 给你一些安慰 同时你的专业性很强 他帮不到 而同时呢 他又面临着自己社会 工作上 种种的压力 他自己还应接不暇呢 此时你们之间又 距离又拉远了 难度系数 一切都上去了 所以现在坦白说呢 倒并不一定是 学业和爱情之间 你要面临一个选择 而是说 如何用我们的爱情的力量 帮我们的学业 帮我们的事业 更加往前走一步 可能你身边还有同学 都是恋人 他们一起学习 一起为那个目标去努力 你看着心里羡慕啊 我的爱人 为什么不能在我身边 来帮助我学习呢 同样 他身边都是那些 不如社会工作当中的人 有共同语言的异性 一定也是不少 但他也不会去做 这样的社情 因为他还想跟你在一起 他喜欢你的单纯 他不会成为你学业上的障碍 相反如果处理得好 一定是可以成为 你学业上的一个动力 只不过帮助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现在你们不要着急 因为你们正是因为 刚刚的分开 刚刚的就距离 产生距离 刚刚的在学业上面对 新的困难 一起克服过去 而在这里面呢 男生你要做到一个 大哥哥的样子 你要理解他现在面临的情况 你即使身在异地 也是像以前那样 给他足够的关乎 虽然不能给他 送一顿早餐 但是你可以马上 就给他一个安慰 我觉得摆在你面前 一定要清晰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与学业无关 与事业无关 只是关乎你们的 爱情方面的智慧和力量 好 谢谢 谢谢曲老师 来 严老师 其实我觉得男孩 你本身是一个 内心非常纠结的人 就是最好不要让你做选择 因为面临选择 你总会很难做出 抉择和判断 所以也许你们今天的不愉快 在他决定考研时候 我相信那个时候 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你只是说 那既然这是一个 他要追求的过程 在过程中 我选择了陪伴和支持他 其实你心里 一直很暗暗担心 那这个结果来了以后 我该怎么面对 他真的考上研了 他真的离开这个城市了 我们之间距离 鸿沟越来越深 该怎么办 所以当真的面对你 没有办法做选择 人家已经替你选好了 接下来的人生路的时候 你陷入了一个困境 就像天平的两端 你现在已经失衡了 你可能在想 为什么现在 你的学业就那么重要 大过于我了 让我自己心里的天平失衡了 其实是你多虑了 因为我们人生 就是分阶段 关注不同的事件 在你们都还 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 可能更多关注的是 两情相悦 而当女孩进入了 一个新的学习环境 生活环境的时候 她自然而然 更多地关注了 她的学习状况 你能明白吗 并不是她不关注你了 并不是你在说 我在销售时候 遇到困境的时候 你扔来一句 无所谓啊 别理她就好了 似乎没有沉下心 来为你着想 不是的 此刻她的关注点 确实对于新的环境 新的压力 她分走了更多的精力 但不代表 不喜欢你的小伙子 你明白吗 我跟你一样 我是跨专专业去读的研究生 我是一个艺术类的学生 我去读了理科 非常跨专业 在那个阶段 我无暇顾忌任何事 就头半年啊 什么什么家人啊 朋友啊 我无暇顾忌 不是我不爱他们了 就是这个阶段 我压力最大的事情 来源于学业 而不是情感 我关注点自然转移 但过了那个阶段之后 她适应这种生活 如果她心里 还是爱你的 我相信你们 会回到以前的温度 你们现在面前摆着的 虽然看似是学业 和爱情的冲突 实际上我相信 爱的种子 在你们心里 始终是原来那个样子 只是由于阶段性 发生了变化 而产生了一些 彼此不太理解的 这种状态 度过这段时间 我相信就好 祝福你们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来 沙老师 其实我现在 特别理解你们俩的状态 因为曲老师 不光在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会有爱情和 学业的冲突 我现在自己 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都结婚了 我在婚姻当中 依然面临 爱情和学业的问题 因为我先生 也是今年刚刚 在读一个 进修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 也是跨专业的 我又刚刚有了孩子 孩子才一岁 我要同时 顾及家庭的琐事 然后我还有 自己的事业 那先生其实是 先暂时放下 他的事业 去进入到这一段 学业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生活模式 完全改变了 以前先生可能 跟我一样 我们工作 因为我们的工作 是有一定关联的 我们会探讨 事业上的话题 工作上的话题 有很多的话题 可以讨论 但是当他 步入学校之后 我们的生活模式变了 他要早上六点起床 准备一些课程的东西 就去学校 一天都会见不到面 到晚上 很晚才会回来 因为他们有 晚上的课程安排 回到家之后 我又弄宝宝 宝宝也睡了 然后我自己 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基本上没有交流的时间 然后他在跟我抱怨一些 说这个学校的课程 有一些东西 他是可能以前 没有学到的 不懂的 跟我讲很多 学校的事情 因为我离开 校园生活也很多年了 我完全不理解 我觉得你现在 不就是一个 进修的课程 有那么重要吗 我家里面 这些事一大堆 我自己还有工作 我为什么要听你诉苦 那我工作上也同样 有很多的烦恼 我也会遇到工作的 平静期 家里面的琐事 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我发现 过一两周之后 时间长了 不对了 因为如果两个人 一直在分着的 两条路上 往下走的话 那最后 沟通越来越少 交流越来越少 矛盾和怨气 就会积累的 越来越多 所以我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跟他也说 你也调整你的心态 因为我知道 你现在你的生活重心 可能变成了学业 那我们同时 把生活重心 往一起挪一下 我试着理解 他现在可能 在接触一份新的知识 在一直每天 都在紧张的学习当中 我帮助他分享 不能说我帮他 解决学业当中的困难 但是我帮他分享 以我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 然后帮助他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你们要是 这样去看待 这个影视作品 应该怎么怎么样 以我的一些 力所能及的专业范围 去帮他解决 他学业上遇到的问题 其实他要的 不是我的答案 他要的只是 我给他的一个 温暖的支持和理解 他对我也一样 他可能一天学业很累了 但是他回到家 依然会问一下 宝宝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问一下我的工作怎么样 我要的也不是说 他能对家怎么样 或者对我的事业 有什么样的支持 也是一句温暖的问候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一点 度和生活的重心 这个把握好 就会平衡 如果这一点 把握不好的话 那之后接下去 交流会非常困难 然后就是生活的重心 当然你现在 重心是学业 他的重心是工作 可是你两个之间的 纽带是什么 是爱 爱就可以化解 很多的问题 如果真的 那么的爱彼此的话 会试着去理解 对方的处境 别着急 给彼此磨合的时间 每一个心在意 的情侣 都需要磨合的过程 你们现在就把彼此 当成刚刚认识 他认识了一个 读研的你 你认识了一个 工作的他 你试着理解 他在社会上 遇到的很多的难题 客户难缠 对他来说 那是他非常重要 也非常难攻克的难题 就像你在学业上 跨专业一样的难题 两个人如果真的 把心放在一起 彼此去理解 共同朝着一个方向 去奔的话 我相信 爱情和学业 不会发生冲突的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赖出老师 情投意合是甜蜜 但往往志同道合 才能走得更远 虽然说学历上的差距 可以弥补 但如果南方 没有一定程度的 学习的动力 你们的共同语言 会越来越少 虽然说 一个在校内 一个在校外 校内的总有一天 要走向社会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 共同的生活目标 你们之间也会 渐行渐远 更何况你们之间的 两千相悦和情感上的 磨合因为距离 导致到你们在交流上 是有障碍的 所以我们回顾你们刚才 故事所有的过程会发现 你们的情感基础 其实并不老 一次地铁上的偶然相遇 一个男生的热心肠 一个对你学业上 进行鼓励的一个男生 我们看不到太多 情感当中 冲动争执的部分 所以我对你们的将来 非常的担忧 如果我是男生 我会做两个部分的努力 一方面是去到河北 彼此之间距离拉近 会有更多生活上的交流 精神上的鼓励 其次并不停止我学习的步伐 两个不同专业的学生 在一起也可以谈恋爱 一个读物理的 一个读化学的 他们未必要谈专业上的东西 但是当两个人都处在于一个 学习和进步的氛围当中的时候 就会彼此体悟对方 学习当中的苦 和学习当中的压力 但如果你不做这样的努力的话 你一定离这个女孩子 是会越来越远 所以说 你们俩之间 如果要继续下去走得更远 可能还需要长足的努力和付出 当然也有人会说 别想那么多 还年轻 就只想着两人之间的爱就可以了 好好去爱 轻松地去爱就可以了 这也未尝不可 但只是女生未必是这么想 他考虑到更多的就是觉得 害怕长此以往地相处下去 男方会和自己相差得越来越远 同时他对于将来的生活 对于将来的一些目标的考量 会想得更远一些 而男生似乎 活在当下的部分会更多一些 当然最后要看男方怎么去努力 是否有这份承担 是否有这样长足的考虑 就这个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老师说你应该去理解彼此的感受 我们谈爱的时候大概都会谈到一个理解 真的一份爱情来的时候 理解这件事情很重要 在学校的学习是一种学习 其实我倒觉得在社会上的学习和奋斗 也是一种学习 我们不仅仅是在学校里读书 我们在社会里读的书可能会更厚重一些 男生要追上女生的步伐 甚至为她做出牺牲 要不要这么做 是你们要去考虑的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故事 就是国外有一个摄影师 她102岁了 但是看起来她还非常忙碌 每天在采访 在拍摄 还有出书 102岁了 看起来那个照片 就像一个60多岁 非常精力旺盛的老奶奶一样 她说她生活快乐幸福的秘迹是什么 叫做好奇心 这个也适用于我们情侣之间 有巨大差异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我们能不能让自己多一些好奇心 就是比如说她的专业我不懂啊 但是我保有一颗好奇的心 我去试着了解 那她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 她为什么那么热爱 她早上在读的是什么书 或者说 那另外一个人做的是销售的工作 或者是不同的领域 你要去好奇啊 保有一颗好奇心 是既让我们快乐 又增强沟通的法宝 只要有好奇心 两个人就会找到共同点 对 我觉得杨老师说的好奇 背后其实就是兴趣 就你对你爱的人 所做的事情敢不敢兴趣 我甚至觉得 我一说对爱的人 我对生活就很好奇 各种不同的事情 我都保有好奇心 就容易获得幸福快乐感啊 其实你们所说的兴趣也好 好奇心也好 去归根结局的唯一点 是欣赏 每个工作当中 都有每个人的魅力的存在之处 如果你不懂欣赏 你再怎么样 两个人之间走在一起 长相厮守 朝夕相处 也是 谈不到一块去 小伙子听了老师们 说了那么多你的感受 我感觉我有必要 应该再坚持一下 坚持 再为自己的爱情 去努力一下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可能真的是 互相还不够了解 所以第一步我觉得 应该彼此再多了解一些 就是抱着一种 对对方彼此欣赏的态度 去了解 然后再进行努力 行吧 最后反正算达成共识了 从来的时候的那种矛盾心理 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至少找到了一个方法 说我们努力的再去了解对方 是这意思吧 我理解的对吗 对 行 挺好的 这算一个挺好的一个结果 至于怎么去努力具体的做法 我相信 他们会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吧 来吧 我们请一位老师给他们送上礼物吧 来 图老师您来送吧 我们这个环节的礼物 是由一辈师提供的 水嫩保湿礼盒 在一辈师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十元送一套 纯净级保湿 十克透水嫩 药保湿 一杯湿 来 保湿老师送给他们 来 漂亮的女硕士 谢谢 行了 回去吧 谢谢你们 你看 暮暮的 好 谢谢 当然还希望两三年以后 当女生真的毕业的时候 她们像今天的最后一样 牵手在一起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就是在一起挺长时间了 她现在准备考研究生 我觉得我要全心全意地支持她 她对我特别好 特别是知道我要考研以后 什么事情都不用我管 不用我操心 我觉得她这样太累了 我也只是做了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可能是太放在心上了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报她 我希望她多心疼心疼司机 多对司机好一点 欢迎两位啊 小银现在是培训是吧 做培训是吧 对 培训什么呀 成人英语 英语老师啊 倒也不是 这种课程顾问吧 属于销售的一种 你现在还在读书啊 还在考研 就备考 要考研是吧 对 谈恋爱多久了 三年多了 大学同学吗 对对对 她比我大一家 师姐啊 对 怎么就在一起的 就是大一刚一来 就是加入一个社团里边 然后她是我们一个部长 然后就慢慢了解了解 然后就我追求她 然后就在一起 你觉得这学姐 什么气质吸引您 她比我大一岁吧 就是我也需要那种 就是怎么说 就需要关爱的 然后就是她平时对我照顾 我也挺多的 我还在生活 还在学习上 清全你是主动的 因为你对她照顾挺多的嘛 不是 就是她那种照顾 不就是对学弟的那种照顾吧 可能 她不会对每个学弟都那么照顾 可能比较好吧 因为是在社团里面 担任那个社长嘛 可能是对每个人都要照顾多一些 包括每一年的纳心 然后之后 可能就是她觉得 我对她可能会更好一点 然后包括之后 每天这个打个电话呀 发个微信 或者问我来干什么 关心一下 然后到后面又送着穿什么 感觉这个小伙子还不错 就是她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不错吗 对 她很踏实的 不像一般的那个学生 是那么浮夸或者那么浮躁 喜欢她的踏实 对 她很诚恳 这不挺好的吗 两个人 对 就怎么了呢 学业跟爱情有冲突 冲突在哪儿啊 其实也不算是冲突啊 就是我现在就马上就要考验了嘛 然后就是她在北京工作 就是她对我的付出感觉太多太多了 她知道我要考验以后 她其实能去上海去那个实习的 然后就是她选择了去北京 因为我要考那个清华 那你们在哪儿读书啊 在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的 你要考清华 所以你就放弃了去上海 到了北京 对 差不多这两个城市 然后我就感觉 就是她对我付出挺多的 这只不过就是 这没什么呀 因为相爱嘛 对吧 姑娘 还有呢 现在就是属于 就是马上就要考上吧 还有就是一个月两个月 那好好学习不就得了吗 对 但是就是 她们就是 现在就每一周都过来看我 就是大包小包的 吃了拿了就带了 你现在烦是吧 也不是现在烦 就是我感觉她为我付出太多了 只不过我现在就是 没有什么承诺给她 没听懂 你就觉得她付出太多了 就是我希望她多心疼心疼 自己一点 多有一点私给的生活 这个你帮我翻译一下 你师弟这个思想 对 因为我这边上班的话 每天从周一到周五 然后周六周日双休 然后但是我每个周六周日 休息的时候都会去看她 她可能觉得我这个是 从周一到周日 一直都在忙 她可能更多的是想 希望我抽出一些时间来 和自己的闺蜜啊 同事去逛逛街 然后去喝个下午茶 等等 你跟我们说句实话 是跟他们喝下午茶幸福 还是跟这小子腻在一起幸福 其实也没有说腻在一起 因为她毕竟是在备考嘛 然后我可能就是说 她可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比较少 我也过去看一看她 也可以说是监督一下她吧 看有没有偷懒什么的 那你是做监学的时候 更幸福呢 还是跟闺蜜喝茶的时候 更幸福呢 前者吧 你看 所以人家也没觉得什么呀 你是怕她监学是吧 也不是怕她监学 那怎么了呢 就是感觉她们也能隔一周来看我一次 也不必要有每一周来 是吧 这就真的事儿没了 就是她来的时候 还就是带好多吃的 而且在私一室 就是陪我那儿学习 给我买饭什么的 就是就是好长时间上 她都是这样的 我感觉就是 她为我付出太多 我现在给不了她什么承诺 其实我就是 其实我来这儿 就是想跟她说一声 你就好好对她不就行了吗 对啊 我觉得关键是 她现在已经工作了 就是我现在还在学习嘛 还在表演 然后其实我就想在这儿 就给她一个承诺 就是说虽然说 我现在什么也给不了你 只要说你不付我 我以后绝对不会说付她的 然后就是 不管以后考上研没考上研 就是以后我绝对会对她好的 来我们这儿宣誓来了是吧 你只要不付我 我就对你好 是这意思吗 再一个就是 多希望她心疼心疼自己 不要说光为了我的考研 然后把私个人的生活都没有了 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她的意思是说 你离我远点 你的好我收到了 但是你离我远点 你可以过自己的日子 是这意思吧 不是这个意思 那啥意思呀 就是让她多有点私个人的生活 就是不要为我付出的太多 其实她现在已经是正式工作了嘛 然后就跟我说 然后说她领导 就是让她出去 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去锻炼锻炼 然后她说我还是不去了吧 我留在北京 其实她那意思就是离在北京 就是能离得 就是能离得更近一点 她出去 如果说就是让她出去的话 出去待一年 她可能说就是 我那个学业会耽误什么的 就是她不能来 等于你现在又有机会去外地工作 对 可以升级是吧 进级 是升级 然后我之前这个正常的转正时间 应该是三个月到半年吧 我是一个月转正的 厉害呀 还好 还好 那这样 你可以让她来北京看你 你就去北京看她呗 她不让我去 其实我有意思 我想去呢 其实她害怕我耽误学习 然后她就不让我去 我是觉得就是 她有坐车过来的时间 她还不如多坐几道题呢 因为考研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你们俩今天来是干嘛呢 我们两个是没有矛盾的 她只不过就是说想劝我 对自己好一点 你们俩是来这儿 就是告诉全国人民 你们是多么幸福的 是吧 那当然 就一个要努力考研 一个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是支援的 然后另一个说 现在我没法回报你 反正我不会负你 你们就是来干这儿的是吧 就秀恩爱的是不是 是这意思吗 然后就是想让她 多心疼心疼 她自己嘛 不要说就是光贵了我 就是把你四个都 就是有一次就是 她周末来看我嘛 嗯 提前就是打个电话 然后我就听着 她那个声音不太对 她感冒了 我说你就别来了 你就在家里休息一个周末 然后她也没有说什么 然后就是还是来 就是还是来看我了 我就感觉她为我付出的挺多的 其实怎么说 我现在就是在考研 就是反正就是每天上个 就是每天上个四席 多复习复习 然后你也可以 有你四个的生活是吧 就是平时打电话 也是可以的是吧 就是不要为我付出的太多 你要心疼 你要知道心疼心疼你自己 听明白了啊 特别相爱是吧 嗯 你们俩来干嘛来了 就是想让她 就是多心疼心疼四席 听明白了 就是让老师们劝她 姑娘 别那么傻 要对自己好 多用海绵霜 自己多保养 别老去看她 是这意思吧 你行是吧 你不需要监督对不对 不需要监督 平时打电话 就是可以两周来看一次 也行啊是吧 不要说这么勤啊 我怎么听得像烦了呢 没有 没有烦 就是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这个女生 要考虑一下自己 对 你觉得她的爱 已经让你有点 无以为报了 是吧 对 就让她多心疼心疼 自己 都为自己着想着 这个倒是第一次碰到啊 就这么一个愿望和诉求 咋弄 今天你们的到来 真是符合我们的主题 爱的正能量 很正 首先呢 两个人从陌生到相识 并且能相恋上呢 都一定是被对方身上的正能量 特质所吸引 你是喜欢她的热情 你是喜欢她的诚恳 对 这小伙子我觉得特别实诚 对 特别实在 实诚到不善于表达 对 她刚才所说的 但我们听没有理解 如果要想歪点的时候 哎 你不要来管着我 就是说 哎 对 然后我有自己的生活 但其实她不是的 因为小伙子 你就深深感受到 你为她的付出 首先第一 她觉得现在无以回报 你能去看她 但她无法过来看你 你可能能在经济上 给她一些帮助 但她现在不能 对 而相反 你所有现在对她付出的 她觉得你受到了影响 在你的事业上 本来你是在上海 工作的应该是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 能离她近一点 到了北京 同时现在又面临着说 你还要到异地 你就能够得到提升 但你选择是 不 我选择留在你更近的地方 因为未来你会在 考在北京的那所大学 对吧 对 考清华 哦 清华 清华 真不错 但所以女孩就为了 在她身边放弃 现在是已经拒绝掉 那个升职的机会了吗 对对对 明确拒绝了 对 已经提完申请了 那批了吗 基本上周一吧 我们还有时间对不对 这个我基本是不会动摇的 那我们聊两句啊 你看 是这样的 这个小伙子不错 你对他所有的真心 他都收到了 并且他现在呢 是享用一种 可以证明自己对你的 回报的这种方式 来证明他对你是感恩的 所以他其实是希望说 你现在可以不可以 目前阶段 你升职这机会抓住 要因为他 反过来想 如果说 你是自己有别的选择 在北京同样发展的很好 也有一个职位 马上可能升职机会就到了 而不是说 是为他放弃了自己 升职这次机会 他其实想表达的是这个 因为他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 他现在有学业 你现在是有事业 都要往上走了 实现自己的自身的家庭 如果为了他 自己拒绝了 这次升职的好机会 他会于心不忍 撤回你这个申请 跟你的上司再聊一次 因为你不是说不能胜任 你也不是考虑 当时我怕辛苦 而是你希望留在他身边 这种我觉得你们之间 互相传递的这种正能量 让我非常感动啊 那你还挑拨人家人走 没有啊 因为我相信他们即使异地 他们之间的感情 是没有问题的 不会出现问题 他有这个信心 而因为对方的爱 自己在各自的领域 学业和事业上 都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岂不更加的幸福 否则就好像显得 某一方会有点自私 虽然对方是无偿的付出 但是我觉得我也要为你多想一下 男孩是不是你要说的是这些话 对对对 就是让他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直到欣赏自己 女孩你在这一点上 能对他有理解 那我觉得你们其实之间的 完全就是正能量 你既可以得到你事业上的发展 又能得到这份爱情 同时能缓解对他的压力 好不好 好 你听进去了 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时间有限 因为周一就 姑娘虽然在考虑 但心里一定想的是 那我不能离他太远 那你是对他不放心吗 真的 你孩子不是不放心 我爱就得和爱的人在一起 实际上去懂 我个人觉得 对 稍等 对 我知道你个人觉得 你肯定是支持 支持他那个放弃的机会吗 我认为 他走不走 是放弃这次提升的机会 还是去努力再挽回 我觉得都不重要 我认为女孩 她努力工作 包括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只要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 爱岗敬业 我在哪里都可以发光 就是我有这样的提升机会 我可能还有那样的 升职的可能 就是只要我努力 在工作中 总会有进步的空间 这个不重要 但此刻女孩爱得正浓 我觉得让她说 我只是为了这次提升 我就离开 去很远的地方 她舍不得 但我相信很快 你还会有其他提升 也许就在北京本地 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 我认为你们两个重要的是 要学会 坦然接受对方的爱 你们俩都在爱的过程中 就是太绷着那根神经了 说我很爱她 我就要努力地 对她好 我就要支持她的学习 每周要去看她 要就是一起鼓励 支持她的学习 而男孩觉得 我既然很爱她 我就不好意思内疚 就说我的学业 影响了人家的生殖机会 其实都不要这样去想 因为我们够好 我们值得拥有这样的爱 你们应该让自己的爱 放松下来 其实好的爱情是 我很放松 我既做一个更美好的自己 我又让更美好的自己 去爱那个值得我爱的人 那现在能让她轻松下来的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她去那份 那个升职的工作 我觉得你是调整心态 就是你要想到 你的这份执着努力去学习 你的踏实情分 去为未来做准备 这就是你最有魅力的地方 她正是因为这个而爱你 你不必内疚说 因为我这么努力学习 是不是耽误了人家前程 她爱的就是这样 好 所以你坦然接受这份感情 顺着时间自然流淌就好 而姑娘我觉得 其实也应该去多关注自己 她爱你 其实因为你身上有很多魅力 你要让自己的 这种工作中的能力 发扬光大 只有让自己不断地更美好 更完善 更有魅力 才能给对方 才能给感情 带来更多美好的体验 虽然两个人的结合 是两人走在了一起 但是始终我们都是 两个独立的个体 只有自己发光发热 才能给两个人的感情 真的是让她越来越好 所以两个都是非常好的孩子 希望你们继续 做更好的自己 因为你们值得 拥有这样的爱情 好 谢谢 来 沙老师 两位都是非常认真 对待生活 卯着劲儿的那种的人 男生对于自己的 梦想目标非常的明确 为了这个目标 一直在努力 女生也是 你的认真执着是对于男生 我爱他 我要使劲为他付出 把我所有的好 全部掏给他 甚至我可能 都有点够着劲儿的 每天你可能自己也很累 又要这边拱着坐 然后还要想着他 肯定是有一些 有的时候会觉得疲惫 但是你觉得 我只要爱他 我就要这样做 我能够忍受得了 承受得了这份累 可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 过度的付出 会让对方有压力 就是其实刚才 严老师说 让他调整心态 可能是对男生说的 他需要调整心态 来坦然接受你的爱 但是你呢 因为一直亲近自己 所有在对他好 这个时候 那对方就会觉得 我好有压力啊 你为了我放弃了 那么多的东西 其实你也需要调整自己 你调整不是说 要选择 有升迁的机会 离开这个北京 或者说 到另外一个城市 还是什么 你要调整的是 自己生活的节奏和方向 爱一个人是要付出 但是亲近所有的付出 把所有生活重心 全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就会变了味儿 到后来 他会越来越觉得紧张 然后你也会越来越觉得 怎么有点不对劲了呢 我这么对你好 你为什么还有点 躲着我的感觉 然后美其名约说 让我自己照顾好自己 但我觉得你会躲着我 慢慢之后 如果常态下去发展 是会变成这样 所以就是回到 现在大家一直在提倡了一句话 说女人要活出自己的格局 一个女人要先懂得爱自己 尊重自己 有自己的生活目标之后 再去爱别人 那样付出的爱 对方才会觉得 这个爱够分量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附老师 付出是一种善良 但索取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善良 付出是体现自己的价值 索取是体现他人的价值 你怎么可以让别人变得一点价值都没有 每个人都有付出和索取的需要 这不能打破这个平衡 如果你打破了这个平衡的话 你舒服了 别人一定难受 欲语之 先取之 你要给别人一点什么 你首先要从他那拿一点什么 互相都体现价值 这才是一种平衡 爱这个东西 如果少了 谁愿 如果多了 就变成了战 爱人七分足矣 剩下三分 爱自己 永远会付出的女生 是慈祥而伟大 但却是不可爱的 偶尔撒撒娇索取一点的女生 往往可爱 你什么都不要 一味地往外掏 往往有的时候 丧失了女性的某些魅力 你一定是不会撒娇的对吧 对 你看看 偶尔还是要索取一点 撒点娇你知道吗 要不然你看 他完全被变成了供给的对象 你让他清何以堪 如果按照老师们说的 男生更懂得去付出 女生也要学会享受别人的付出 都放松一些 可能就会更好 他今天要考不上的话 你后悔你没去上海了 我不后悔 OK 好了 能考上吗 能考上 考不上怎么办 考不上再来一遍 你还赔吗 可以 没办法 人家俩愿意 你怎么说都没用 你们俩恩爱算秀完了是吧 老师们说的都记住了吗 听见就了 真听进去了 那个机会再考虑考虑 好 哪位老师来送一下礼物 取送吧 本环节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水嫩保湿礼盒 在伊贝斯保湿节活动期间 加十元送一套 纯净级保湿 十克透水嫩 要保湿伊贝斯 请送礼物 这份礼品呢 一定要送给女士 除了多用它 要多爱自己一些以外 我觉得那个工作机会 一定要抓住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啊 请回 这个祝他们幸福啊 学业上面能够再往前进一步 情感上面能够也再往前进一步 今天谈的是学业和爱情 其实谈下之后 你发现真的有爱的时候 好像很多都不是问题 那么老师针对这样一个话题 会给出怎样的爱的真言呢 爱情本身就是一门学业 选好这门功课 让你一辈子受益 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找我继续容易 拥有一份爱情不易 希望爱学习的你 也拥有爱的能力 那句老话 两情若是酒常识 又起在朝朝暮暮 不要因为沉溺爱情 而耽误了学业 也不要因为学业而耽误了爱情 两者都要非常的在意 爱情和学业分没有矛盾 因为我们谁也不会爱上一个 不爱学习的人 我们的节目是由 绵绵宝石石水嫩 伊贝斯海绵霜冠名播出的 药宝石伊贝斯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请行报名 爱的正能量有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下一期爱的正能量 我们会跟大家探讨 怎样的话题呢 先谢过今天现场的观众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